印度媒体援引印度军方官员称,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,使得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很被动。 印度时报近日援引印度军官的话称,当你走在通往中印边境,狭窄崎岖的路上,好几个小时没信号的手机,会突然收到这样一条信息,欢迎来到中国。 这位在中印边界上密切监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印度军官称,手机上的汉字显示了信号的稳定性,很快,收集就会切换到北京时间,逼印度早两个半小时。 然后,你眺望实际控制线,LAC后会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设施,甚至包括一座三层楼高的建筑,由一条光滑平整,宽阔的碎石路连接。 他说,这披露了中印边境基础设施差距之大,但我们无论手机还是道路都不通,想解决问题的话,需要绞尽脑汁,即使是一名受伤士兵的撤离,也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后勤挑战。 因为唯一的通路经常被山体滑坡堵塞,这位军官警示称,如果道路在战时被对方歇断,印度军方将无法移动军队或装备,我们在这里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道路,桥梁和连同性的不足,而不是军事装备或人力。 报道最后称,印度缺乏边境军事设施,只会加剧,和中国在军事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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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